是谁欺负宝宝和贝贝 你们两个有人生没人养的私生子 也配合我一个学校 你先骂我们的 你把你的脏手从我哥哥身上拿开 小杂种 竟敢打我 你知道我爹是谁吗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宝宝贝贝 是不是你们先动了手啊 什么 宝宝和贝贝惹祸了 妈咪 好了好了 妈咪 爹地真的没有来啊 看来还是妈咪靠婆 花花盈盈 妈咪先带你们躲起来好不好 好 走 你这个女人 谁允许你把孩子带走的 这个老师怎么阴魂不散 谁说话这么现做 走走走 花花盈盈 你们一会儿先去游乐园玩 晚上妈咪带你们去吃烤呀 好不好 好 是谁欺负宝宝和贝贝 我还以为你要临阵当投兵呢 没想到还挺上她 这不是要双剑合璧吗 哇 爹地和妈咪跑上山雕侠里 你们就是这群野孩子的家长吗 拿着棍子流里流气的 当自己是丐帮帮主吗 野孩子 丐帮帮主 这就是你们贵族学校老师的素质 有些家长 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正经人家父母谁拿着棍棒啊 这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依我看 我们是该给你来点棍棒教育 你干嘛 我警告你别乱来啊 妈咪 就是他们先对我动手的 明明是你先动手的 原来 你们就是这群野种的父母干嘛 我还以为是谁呢 比猪还能生 麻烦你们在孩子面前积点口哲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什么 瞧你这狐媚样 想必 是谁家的小三吧 这小白脸我倒是第一次见 不愧是你租来的吧 什么玩意儿 也配跟我在这冷嘲热闹 你敢打我 你知道我老公是谁吗 这位先生 这里是学校 如果你们要动手的话 我就让保安把你们都请出去 来啊 让他们来啊 你不是说我是丐帮帮主吗 那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打狗棒法 这位先生 我劝你冷静 小胖的父亲母亲 可不是你们能得罪得起呢 有多得罪不起啊 说来听听呗 说出来 我怕吓死你 我老公可是故事集团的陈总 跟总裁顾雁池 是败靶子的兄弟 是吗 你老公跟顾雁池 是败靶子的兄弟 那我就是顾雁池 你这个小白脸啊 真是活腻歪了 你知道我老公给这所学校捐了一千万吗 你们呢 你们捐了什么 说出来 好让大家听听啊 依我看 他们这一帮孩子肯定是砸锅卖铁抢货头才挤进来的 能交得起学费就不错了 没错 他们每天跟猪仔似的 要吃五万米饭 五盒牛奶 五份水果 生怕吃不回本 我给你吃呀 三千万万米饭 嗰 三千万米饭